又来到欢迎世界通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为什么这么的厉害 可以领先全世界 全球晶片年产量 是超过了一兆煤 而台湾的出货量 都超过了一半 背后究竟有哪一些煤角 有哪一些秘芯呢 这其实是来自于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文章 还没有阅读的观众朋友 我们先帮您抓重点 标题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成为 全球半导体业 超级巨星的秘诀 他们是以这一位 就是前公园院的院长 史清泰等人 来述缩台湾半导体业 半世纪以来的故事 现在台湾制造超过一半 用来推动人类生活的晶片 而最大的晶片制造商 台积电 他们的市值 一度是全世界第九大 这让台湾几乎是无可取代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 隔着台湾海峡的中国 让它变得有点脆弱 首先遭到科技战包围的中国 很担心外界可能会切断 先进晶片的供应链 所以说他们正在花 数十亿美元 要来窃取台湾的半导体 至于政治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方想要吞掉台湾的野心 是越来越大 而这些都是危机 即使如此 BBC认为说 台湾通往晶片界超级巨星 这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复制 因为台湾有一些神秘的配方 而且要归功于我们的工程师 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来看到就是良率 在1970年代 美国公司的晶圆良率最差是10% 最好也只有50% 而到了80年代 您可以看到日本 他们平均晶圆良率是达到60% 而我们的台积电已经高达80%了 超越所有的公司 即便到现在也是一样努力地超越 台湾的制造商成功将更多的电路 塞进非常细小的空间里面 使用最新的极子外线围影机 台积电可以在单个围处理器上 融刻出一千亿条的电路 那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头脑真的是比别人家好吗 工艺院前院长史清泰 他就说我们有最新的机器 有最新的设备 也聘请最优秀的工程师 连机械操作员也非常的熟练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从美国老师那里 记取教训不断地改进 那么除了技术之外 还有一个神秘的配方 说好听一点叫做任劳任怨 说难易听点叫做奴性很重 在BBC这篇报道里面 有年轻人透露说 即便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公司 但是工程师的薪水 跟美国相比还是很低 那么为什么做得下去呢 因为跟其他的台湾行业相比 薪水还是可以接受的 工作几年之后 还是可以买房 可以买车 那么除了薪水之外 这几位人士透露说 他每周六 这个每天早上七点办开会 然后呢工作到晚上七点 如果厂内有问题 无论你是放假日 还是这个工作日 都是会被叫回去工作 他们认为任 这个字成了这些公司 成功的秘诀之一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说 企业环境可以越来越人性化 越来越好 而且很拼的台积电呢 在力拼海外的同时 也拼出了好消息 首先台积电在德国合资厂 一度传出说50亿欧元 相当于1709亿台币的补贴升变了 一阵峰回路转之后 现在确定 德国政府对于台积电的 这个补贴预算维持不变 而台积电预计在明年下半年 要开始建厂 然后没有意外的话 在2027年 三年之后开始量产 台积电与德国知名的工程服务大厂 叫做易科德要合作 要在德国厂的无城市等等工程 都是由易科德来承包 其他的台湾厂商 可能是协力厂商 至于在日本方面 他们在熊本的新厂 2024年第四季要开始量产 要逐步提升产能 目标是什么呢 每个月满载5.5万片 12寸的晶圆 同时也要提高 日本在地半寮体供应链 以及生态系比重 现在的比重是25% 但是他们雄心壮志 瞄准的是2030年 目标是要拉高到60% 智慧型手机到汽车 甚至飞弹 背后都少不了这片 比指甲还小的晶片 全球晶片年产量超过一兆媒 过半数都来自台湾 外媒BBC更亲自揭开 台湾从浙糖出口大国 变成半世纪晶片超级巨星 高效率生产的秘密 BBC专访台湾半导体业发展 重要人物之一 前工研院院长史清泰 点出关键就在人才 不只有最先进机器设备 最好工程师 机器操作员 更重要的是台湾 还有独特的密质配方 人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 不断改进 他们也比喻 就像同样食谱和食材 台湾炒的菜就是比较好吃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过往就曾多次强调 台湾人才世界优秀 也有人认为 就是这种奴性 任饶任怨的性格 造就台湾半导体成功 毕竟在台湾而言 半导体和其他行业相比 薪水还不错 工作几年就有能力结婚 买房买车 半导体景器逐步复苏 加上台湾晶片全球抢 台积电海外布局 也以工作文化 和台湾最相近的日本最顺利 第一座熊本厂即将完工 预计2024年底量产之后 产能将逐步拉升到 每个月5.5万片 只不过产能再怎么拉高 台湾晶片奇迹 短时间恐怕依旧难以复制 看完台积电之后 接下来带您去邀中国的华为 大家对它的印象应该就是卖手机的吧 或者是消费电子大厂 但您知道 他们竟然也有在制造电动车吗 现在更神奇的是 还有这个黑科技 叫做华为充电车 简单来讲 就是行动充电机器人 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是白色的 非常的简约 线条也非常的流畅 那么它的配备有什么呢 首先有直流电 还有交流电的充电器 两个充电枪呢 就是收纳在这个收纳箱里面 一般来说DC充得比较快 通常是商用的 而AC则是家用 另外车身多个地方 也配备超音波雷达 从车顶的构造来看 应该还有雷射雷达 可以支援华为的智慧驾驶功能 那么现在这个充电车的设计专利呢 正式获得了中国智慧财产局的授权 这应该就是无人驾驶的充电车 至于可以提供几辆车来充电呢 充电额度又是多少 一切要看电池容量而定 而说到车 华为有了问界之后 现在又推出了这个叫做Luxede制界 这跟奇瑞汽车组成的电动车品牌 他们搭载奇瑞这个平台 也配置双电动马达 卖多少钱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他们很有信心 华为喊出什么 要超越对手特斯拉的Model S 他们努力在追赶当中 那么现在也传出 他们要把失业合伙关系 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厂牌 目标瞄准的 传出就是德国的宾士 还有奥迪 那么华为问他们说 你有没有兴趣买我们的智慧汽车软体 买我们的零组件公司 少量的股份呢 目前这两家德国公司 似乎都是兴趣缺缺 而英国媒体也来唱衰 英国媒体说 如果这个欧美的制造商 跟华为合作是在找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身为旁观者的英国 他们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 华为他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透过汽车业务 来作为重返欧美的跳板 但是现实状况是 美国他们老走就把华为列入 出口管制清单 不少国家也努力挡下华为的设备 甚至寄出反倾销调查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跟华为合作 是不是会引起 鹰派人士的不满 直线爆充加速 在一连锈好几个甩尾 地面扬起大片白烟 华为和奇瑞汽车组成的 Luxit推新电动车 不止速度惊人 手机一按 就会自动开出去迎接车主 当然找车位这麻烦事也难不倒 自动化程度超乎想象 保证了这些S7的品质和做工 这个车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明显比特斯拉Model S都还要高档的东西 华为瞄准特斯拉推新车 还不止如此 充电车也有大作 全白车身可爱造型 背后还有电子萤幕和两个充电枪 这个行动充机器人 用大量超声波雷达 搭配自驾功能 要让充电车自己去找电动车充电 外观来看 这款充电车采用了非常圆润流畅的造型 预计其量产之后的外观将走可爱路线 该车将配备直流交流充电枪 位于电子交互屏下方的收纳箱那两侧 黑科技连发 但也要先有市场 因为华为现在野心拓展到了欧洲 传出向德国两大车巨头 宾士和奥迪提出是否有意收购 少量自家汽车软体和零组件股份 不过据传宾士不感兴趣 奥迪也还没有确定 就是奔驰半推半就 并且表示对收购华为智能汽车业务 3%到5%的股票不是非常感兴趣 理由是想保留对软件的控制权 以及其高端品牌的形象 毕竟美国早就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西方国家也纷纷警惕进行反倾销调查 华为想利用造车作为重返西方市场的跳板 也让英媒示警若欧美制造商与华为合作 在政治上无疑是自寻死路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